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欢迎来到禅艺 数据显示,大城市有几千万的圣女,然而小县城的圣女数量也不容小觑 尤其是在小县城体制内的女生,想要找到合适的对象,很不容易 阿平今年三十五岁了,在我们老家县城一所公办小学当语文老师,在编师范本科学历 阿平是个才女,文采飞扬,写的文章经常在市集的报刊上可以看到 然而,如此优秀的阿平,三十五岁了,迟迟没有找个合适的终身伴侣 有人问他,你是不是看不起男老师啊,直接在学校里面找不就好了吗? 学历差不多,都是老师,以后生活也有共同语言 不是这样的,我也想结婚了,可是学校的男老师都已婚,自己找太难了 亲戚介绍的,大部分都不适合阿,学历不同,真的没法沟通 确实,小县城的公办学校,女多男少 原因在于大部分优秀男性,都外出大城市打工了 体制内,女多男少,女老师数量是男老师的十几倍,不够内部消化 亲戚也给阿平介绍了一些相亲对象 可是在阿平看来,大部分也不合适,比如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开餐厅的老板,虽然在县城有房有车,可惜是二婚离异的 这点让阿平无法接受,她是个才女,本科毕业,也是初婚,怎么可能找二婚的,看不起谁呢? 阿平怒斥给他介绍的亲戚,还有给他介绍公安局当辅警的,小他三岁,那个男的高大帅气,大专学历,家里也是有房有车 可是他又嫌弃,别人没有编制,工作不够稳定 久而久之,给他介绍对象的亲戚朋友越来越少了 他自己也认识不到异性,只能成了孤独的大龄圣女 所以说,县城的大龄圣女,想要顺利脱单,一定要放下身段 毕竟年龄在这里了,不要有太多的要求,学历不代表能力 很多优秀的男性,哪怕没有编制,学历不够高,都是可以考虑的,切勿化地为牢 多去发现对方身上的闪光点,不要有完美主义,才有可能走进幸福的婚姻生活 女人的一生,分成几个阶段,如同自然界四季变化 少女如同春季,青涩年华,枇杷烟面,温婉可人 中年的女人,如同夏秋阶段,少了一分青涩,却多了一分成熟的韵味 一个中年女人,如果喜欢上你,会有这些举动 如果有,那么她应该是暗恋你,不会直接跟你表达爱意 平时有事没事,经常主动关心你 中年女人,经历了岁月的沧桑 相比于出涉社会的年轻女人,更加懂得关心男人,更加懂得男人的内心 中年女人,会在你工作,不开心,遇到烦恼的时候 耐心地开导你,安慰你 她会在你需要陪伴的时候,出现在你的身边 那么,大概率这个中年女人,是对你有想法的 只是没有直接表白,在偷偷地暗恋着你 经常做饭,或者做甜点送给你吃 女人到了中年,一般都会做饭,厨艺都还可以 如果一个中年女人,周末请你到她家 她主动做饭给你吃 或者在同一个办公室,她做了很美味的蛋糕甜点,带给你 跟你分享,让你品尝她做的美食 如果你认为这只是简单的同事情意 那么,你的想法就来简单了 没有一个女人,会无缘无故给一个男人做饭 必定是喜欢这个男人,才会为了男人去研究美食 有句话这么说 想征服一个男人,先征服他的胃 男女之间很多感情,不需要多么浪漫 其实就是在吃吃喝喝中培养出来的,没那么复杂 经常约你一起,出门旅游 女人到了中年,多少也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 偶尔放假了会选择出去旅游放松下 现在人也喜欢出去旅游 到一个新鲜的地方打卡 成了很多女人的爱好 比如一些热门的旅游城市 云南丽江,海南三亚,湖南长沙这些地方 经常都是美女云集 如果一个中年女人,给你发来信息 约你一起出去旅游 那么可能对你是比较有好感的 因为男女一起出去旅游 到了一个新鲜陌生的环境 肯定需要互相照顾 有很多互动的机会 自然很容易发展成亲密关系 当一个男人结婚后 有了自己的家庭 可为什么有些男人就是不能做到对老婆专一 为什么喜欢和婚姻外面的女人暧昧 尤其是有点经济实力的男人 家里红旗不道 外面彩旗飘飘 真的是因为爱情吗 事实上 一个男人到了中年 婚后的生活是比较单调的 不能像以前那样 和女同事搞搞暧昧 要时刻保持距离 毕竟办公室里人多嘴杂 容易引起流言蜚语 那么一个有婚外情的男人 和其他女性搞暧昧 真的不是因为爱情 而是有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 婚后生活枯燥单调 寻求精神上的刺激 中年男人 实际上生活是比较枯燥单调的 每天上班下班 两点一线的生活 唯有下班开车回地下车库时 摇下车窗 点根烟 才是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 回到家里 要陪老婆 要帮忙洗碗洗衣服 要陪孩子写作业 第二天 又得早起上班 这就是大部分中年男人婚后的生活 这时候 有些男人为了寻求精神刺激 就会跟办公室的女同事 打情骂俏 一来二回就容易产生婚外情 第二点 男人婚外情 可能是某方面的需求 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 尤其是男人 大部分人都有一个天性 就是喜新厌旧 俗话说 家花哪有野花香 电视剧《三十而已》里面的许幻山 其实很清醒 他知道出轨会可能会造成 很严重的后果 但是他还是不管不顾的身体上出轨了 精神上出轨就算了 身体上出轨 就确实很过分了 真的是太扎了 所以说 一个男人出轨 并不是因为爱情 爱情只是表面上的借口 给自己的扎做美化 实际上 完全是自己某方面的需求罢了 所以总的来说 有家庭的男人 还和外面的女人暧昧 真的是因为爱情吗 根本不是 单纯的女人 容易相信男人的借口 可是只有男人 才知道自己真实的想法 爱情是神圣的 不能被玷污的 两个人从莫不相识 到互相爱慕 最后走进婚姻殿堂 对自己的老婆 忠诚专一 自始至终 这才是纯洁的爱情 网友 请不吝点赞 调判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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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打赞 打赞